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竹江老师超代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 是产品经理的内功修炼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了很多设计原则 那么这些设计原则 有所谓的殿堂级的设计原则 被大家所公认的 还有很多是我们经常 可以从各种渠道 看到的一些形形色色的 设计原则 但其实如果我们细细的考虑 可以看到 产品的设计原则 虽然说很多 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些零零总总的设计原则 多多少少 都和我们殿堂级的那几条原则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甚至是从那里面衍生过来的 所以说设计原则虽然很多 但其实和我们刚才所谓的 那些殿堂级的那些原则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那么我们把刚才那些原则 都搁在一起 我们会发现 所谓的设计原则 它无疑是满足了 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点 设计原则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让设计产生价值 我们之所以要有设计这个流程 而不需要让我们的这个开发人 直接去做 是因为设计本身 是要符合用户的这种需求的 能够让用户最快速的来 满足他的这种需求 所以说我们的设计 在评判那个设计到底好不好 我们先看有没有设计的价值 如果说你的这个设计 能够非常符合用户需求 能够让用户快速的来完成 他的用户任务和目标的话 那么这个设计才能说有价值的设计 那如果说你这个你的设计 没有能够强化用户的需求 满足用户的目标的话 那么这个设计 就可以说为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这一层做不好 那么其他的后面那些 都没有必要去谈了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的第一步 只要考量 我这么去设计有没有价值 那么第二点 就是概念原则 所谓的概念原则指的是 我们将产品 以什么样的形式 呈现给用户最好 同样的功能 是放在web端 还是放在手机端 是用app的方式 还是用这种webapp的方式 在做引导的时候 是一开始给用户做这种新手引导 还是在用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做引导 也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 展示给用户 这个是我们设计需要考虑的 那么以什么样的形式 呈现给用户 还是要考虑到 用户是怎么使用我们的产品的 他是在什么时候用到我们的产品 并且在这个时候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你就会使用到我们的用户场景 还有用户需求 第三点就是所谓的我们行为原则 我们上面大部分提到的原则 都是所谓的行为原则 因为在概念原则方面 大家都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呢这种价值原则 也相对来说比较好判断 那么第三类原则 就是我们所谓的行为原则 行为原则比如说像 什么时候及时反馈啊 可学习性啊 还有这种交互上的简洁性啊 都是所谓的这种行为原则 那么我们把众多的原则 如果给他分类的话 就可以分成这三类 这三类原则 那么殿堂级原则呢 是我们应该主要去掌握的 然后其他那些林林总统的原则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应到 我们这种殿堂级的原则 并且呢能够分类到 它是属于这种行为原则 还是所谓的概念原则等等 下面一个原则是界面原则 界面原则可能就偏重于 这个视觉方面了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界面 布局是否能把这个重点突出 并且呢这一个界面 能不能够完成一个任务 把这个任务都完成好 不用做页面跳转 这都是页面方面的原则 主要保证的是页面 能够把我们的信息传递准确 能够让用户能够清晰的看到 这个页面要表达的内容 这就是界面类的原则 好 我刚才讲了这个殿堂级的一些原则 还讲了这所谓这些原则的一些分类 那么这下又来个标题党 产品设计有没有一些黄金的定律啊 你刚才给我讲了很多殿堂级的原则 又告诉我这些零零总统的原则 如何去分类 那么有没有一个黄金的定律 能够让我以后再也不用去记这些 此境背这些设计原则呢 那好 算你来着了 今天我们就要去揭示 产品设计的黄金原则 黄金定律 大家不要笑 only you 唐僧又来了 我们说设计如果真的有黄金定律的话 那么无疑就是用户需求 我们说一个产品而言 它的立足之本就是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 所谓的满足用户需求 就是能够提供产品的这种价值 那么我们的设计的目的 也是为了把这种价值最大化 能够让我们产品能够帮助用户 最快捷的来解决它的实际问题 来最大程度上的来实现我们的产品价值 所以说我们的设计一切要以用户为中心 把用户的需求当做自己的需求 把解决用户的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设计能够快速的解决用户的问题 让用户用起来比较爽 那这样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黄金定律 还是我们的满足用户需求 所以说课程讲到这里面 万变不离其宗 大家看到了 一开始给大家讲到了这种 这殿堂级的设计原则 后面又讲了一些原则的分类 最后我希望告诉大家就是设计原则 虽然很多 我们其实不需要背 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说 设计的本质 它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的 来最大程度上的来表现我们产品价值 那么只要有了这个黄金的定律 那么设计原则 你再也不用一条一条去背 而是能够做到 对于每一条原则 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去深入的解读 并且能够理解 当你理解了它之后 就自然能够把这些条条框框的这些原则 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的产品开发过程当中 好 以上就是本次课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